由内地入境本港的人需要强制检疫14日的措施正式生效 香港居民可以在家旁边 旅客就在酒店或禁闭设施隔离 政府呼吁接受检疫的人要自律配合 违反最高可业罚款25,000元和入獄6个月 相关规例已经刊献 定名5月7日午夜失效 先由王浩然解释一下如何执行 踏入午夜12点 无论是香港居民、内地人还是外国人 抵抗前14日内去过内地 又或由内地入境香港的时候 围台有卫生署人员核对证件 入境的人就要填强制检疫令 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和电话号码一式两份 在哪里? 在春海 要探热 没有咳嗽、没有什么症状、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 我试一试你的手机 因为要试 好啊 会收到一份资讯包 这里有个表你每天都要测试自己的体温 那你要自己填上 还有里面有些电话 比如你需要协助的话里面有些电话可以打 同时要填一份健康申报表 你这里申报了一个地址 你要留在这个地址14天 这样直接到2月21日23时59分 那你就完成这个检疫了 那现在是强制检疫来的 也有提到罚则 搞定就可以走 然后照样过关 两个钟头内要自己去到填布的住址 开始强制隔离14天 香港居民就可以在家隔离 需要检疫的人士必须在任何时候都留在家中 戴上口罩并禁止离开香港 任何违反规例的要求 即属违法一经定罪 最高的罚款是2万5千元 以及判监6个月的监禁 我们要措施防范于未然 我呼吁这些人士 应该是 特别是家中检疫的人士 我们是盘着一些社会的意识 公民的责任 充分合作 自律 卫生署说这批人的风险不高 不用带追踪手腕 一起住的家人也不用强制戴口罩 可以自由出入居所 帮手买食物和日用品给隔离人士 但亲朋好友就不可以上去探访 独居的就可以打社署支援热线 至于需要检疫的内地和其他旅客 入境的时候如果签注不够14天 直接拒绝入境 订了酒店或者住在亲戚朋友家的 就可以在那里隔离 如果没有住所 要安排入住禁闭式的临时住宿隔离 按这几天的数字 一日入境的人就数以万计 如何确保这些人留在家或者酒店 政府多次强调新一轮的强制检疫很靠自律 如果没有遵守没有回到家或者14日期间逃走 政府说会列入不能出境名单 也会调查和追究刑责 整套措施有四类人可以豁免 包括跨境运送物资的司机 航空的机组人员 这些豁免人士都要每天探热和戴口罩 有线电视记者黄浩然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